每一座大坝建成的背后 是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他将人生四分之一的时间奉献长江三下 潘家争 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共通之处在于 他们都在追寻着一条穷尽天才与智慧的驻梦之路 而潘家争的梦驻在大江大河上 没有人统计过潘家争一生究竟多少次来到三下 而这些影像却见证了一座举世竹墨的大坝 从世纪之梦跃然成为现实的二十年间 这位与三峡结缘半生的老人 从黑发变为花白再到全白 今天老人虽然离去 三峡大坝所铸铸的辉煌 却永远地住立在这里 人们似乎还能听到 老人在二十年前曾经发出的深情感叹 三峡真是个诱人做梦的地方啊 潘家争心中的三峡梦 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在此之前潘家争坦诚 自己曾是个三峡工程的反对者 大概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将要修三峡工程 这个词人做梦啊 我应该做梦啊 因为在我们国家的水力也好 基础水平也好 你不能修三峡工程 1971年开工兴建的隔州坝水利枢纽 是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 随着工程的逐渐竣工 潘家争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那人我脑子的一个思想 就是认定中国人能够在长江上修八 但是能修三峡的话 它跟隔州坝是不同 它是高八大股 百万人民大一灵 那么做梦沙要预解 那么问题比隔州坝复杂得多 所以三峡能不能修 我脑子的一个很大的问号 1986年6月 中央则成水电部 重新组织论证三峡工程 成立了地质地震 水文 防洪 泥沙 航运等14个专家组 聘请40个专业 共412位专家顾问 参与论证工作 为一项水利工程 进行如此全面的论证和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空前的 参加了论证工作之后 慢慢慢慢地理解到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那我的这个思想 又慢慢地转变 从设定到怀疑 到最有用 众所周知 三峡工程的论证 经过了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赞成者和反对者 惊畏分明 而当时担任论证领导小组 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的潘家征 后来借用了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句话 形容参与论证的心情 今天让人的担持很重要 这个心让人的负担也很重要 特别是这个工人 存在非常尖锐的国东的阶级 国东的意见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要做好的工作 确实要让总理所教导 周恩来总理所教导 要转转转转 属临生员 属临跑兵 这么个情况去把工作做好 否则是教导的工程 后来潘家征这样技术当时的想法 无论什么工作 站在一旁摇头挑毛病 总是比较容易的 但作为科技工作者 要赞成和支持一项大工程 就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 尤其需要有勇气 潘家征给我的印象 就这些人啊 只讲真理 不怕权威 三峡认证 鼓励人体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后面不有问题吗 就是 你们把那个不同意的意见 充分都提出来 所以他就是鼓励充分 提出不同意见 中央国务院 中央国务院在1980年6月下落了设划文 正在我们辅责重新组织 三峡认证工作以来 已经两年发挥了 我们根据中央国务院的要求 在广泛研究会见 深圳研究认证的技术上 重新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 潘家政认为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还是要根据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 来考虑问题 1990年 潘家政代表论证小组 向国务院进行汇报 结论性意见是 三峡工程对中国经济建设必要 技术上可行 经济上合理 建比不建好 早建比晚建有利 然而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 却使三峡工程不得不又一次回到梦中 此前潘家政人生中也曾遇到轻重满腔热情的工程 无法上马的巨大失落 但这次不同 潘家政这时已是64岁的老人 降龙拂虎 事已中秋云春梦两无踪 听到三峡工程无法上马 潘家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春梦秋云 后来成为他所写的回忆录的书名 在书中 潘家政用深情 却又充满遗憾的文字 写下了当时的心境 信心虽足 流年似水 我已垂垂老矣 三峡的开工还需要人们取得共识 看来在我有生之年 怕是难以看到他的郡工 但我尚存奢望 希望能看到三峡的开工 而在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 我愿意为三峡工程 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贡献 当潘家政以为此生无缘见到三峡梦园的时候 一切却发生了变化 1992年4月3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会场 代表们即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进行投票表决 赞成一千七百七十七票 翻队一百七十七票 当时觉得有标准 我也想到 这个中部人民的 以待中部人民的梦想 总预计现在可以 也能限制 表决之后的这个夜晚 潘家政蒙头睡了一个好觉 他自己形容太疲倦了 此刻对于潘家政来说 三峡工程上马意味的东西太多 他毕生所追寻的中国水利梦想 终于将迎来一项最伟大 最辉煌的工程 而此时这个已过花家之年的六十五岁老人 将面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三峡水利枢纽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国家要求把三峡工程建成世界一流工程 中国三峡总公司专门成立技术委员会 在全国聘请专家负责三峡工程的设计技术审查工作 潘家政被任命为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 从此三峡工程的工地上 无论酷暑还是严寒 总可以看到潘家政这位老人的身影 我在三峡第一次给他见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大科学家 我是在工地现场的一个小负责人 他来了以后没有点科学家的价值 一来以后是正面问题 了解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他从科学的态度 这个严谨的作风求是的精神 这个至今对我们的影响都很深 1997年 三峡工程关键一役 大疆截流马上就要实施 大疆截流和紧接其后的 二期文艳工程的成败 决定着三峡工程的命运 为了这关键的仪仗 1997年1月到9月 潘家政和三峡工程的专家们 几乎是辗转于北京和三峡工地之间 对于一位接近70岁的老人来说 这样的工作强度令人敬佩 却也令人担忧 1997年11月8日 8点 大疆截流即将开始 终于等到可以见证着 雄魂壮观的历史性画面的时刻 然而这一切 潘家政却是在并趴上观看的 我父亲在三峡 就是大坝和龙之前 正好得了那个急性胆管炎 是我到北京去看护他 哎呀他就真的很感慨 哎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的事情 这是没在限制 只能通过电视上 那他已经好像眼泪已经要在 有一点好像湿润了 眼睛里面都湿润了 随着大疆截流成功 和二期维研工程如期完成 三峡进入到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为保证三峡工程质量 1999年6月 国务院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 作为专家组成员 潘家政等专家们的主要任务是 协助三峡总公司和参见各方检查质量 分析问题消除隐患 潘家政后来开玩笑说 他们这些专家是施工现场 最不受欢迎的人 我是他们三峡工地长 最不受欢迎的人 为什么呢 我的任务就是到工地去挑毛病 所以他们肯定不欢迎我 不欢迎我得去 面对利比德式的争论 他始终执念问题 中国水利水电工程专家 潘家政 2003年6月 有媒体称 在已完工的三峡二期工程中 三峡左岸大坝发现八十多条裂缝 对三峡工程质量的关注 历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热点花瓶 水利工程的大坝的渠火拧头裂缝了 世界上哪个工程都有 没有哪个工程没有的 一般的这个标面虔诚的温度 热封就比较害怕 因为大气急火灵头施工 在这个期间有时候也是难以背面的 但是这个我们的国务院领导 和社会上对三峡工程有更高的要求 那我们就应该做得更好 尽量让它不产生热封 特别要兜绝危害工程的裂缝 所以应该说这个潘总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作为三峡工程验收组的副组长 和验收专家组组长的潘家正 此时已该往日的温和谦逊 而是以严肃的态度直面大坝的裂缝问题 今年是三级施工后 第一年也是我已经从教育墙中最高的进行 二级工程中大法车协外系列后 虽然经过修补 并不影响安全运行 但是总究是工程质量上的一个缺陷 或人们心理上的一种阴影 你们能不能争口气 三级工程的热闷大坝 能不能做到不持续一条的法 虽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级大坝 就是一种名副极舌的一流工程 安总给我们提起了很好的建议 就是要从整个混凝头施工的一条龙里面 每一个环节上都应该演个八卦 特别是这个工工房业的措施 这个要把它做到非常认真的仔细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 他说你们混凝头到冬季施工了以后 你们一定要把保温做好 就应该像母亲 得到他刚生下来的婴儿那样去活活他 我觉得潘总最大的本事 也是能够用通俗的语言 把这个深奥的这种科学的道理 能够深入浅出的讲出来 所以他讲的话 他做的比喻 他讲的道理 能够更为大家所接受 创造无缝大坝成为三峡工程参见各方的共同目标 三骑施工胶筑层后大于二骑 防止裂缝的难度比二骑更大 那段时间施工现场的很多人都看到 将近八十岁的潘总登半河楼 攀塔待机 下倒流底孔 查看仓位胶筑 亲手测量混凝土的入仓温度 他对三峡从认证到设计到施工检查 就整个全过程他都参加了 他这个是感情人 把整个的身心都给了三峡 2006年5月20日下午2点 长江三峡工程大坝 在历经三千零八十个昼夜的焦筑之后 终于全线达到一百八十五米设计高层 大坝全线到顶庆功会上 潘家征的一席化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作为三峡工程 区别工程质量检查和家族的组长 我还要高兴地告诉大家 三峡的三级工程中 所施工的丢岸大坝 是一座没有流风的大坝 三峡建设者们补卸了八峰市场的记录 厂商了建设市场的奇迹 在三峡工程验收报告上 潘家征以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的名义 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的手有点发抖 手有点发抖 但是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疑虑 因为他们的工作做得那么好 你想吹毛九次也五次口球 因此我显示的时候 心里面没有什么疑虑 那为什么发抖呢 因为年龄太高了 2009年底三峡工程全面完工 2010年10月26日 三峡工程水库试验性蓄水 首次达到175米最终水位 工程的防洪 发电 航运 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 开始全面发挥 这时当人们重新审视三峡梦源的整个过程 潘扎正说过的一句话 赞聋发聩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说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权的 是反对者 正因为这些反对的声音 使我们进进也也把各种问题解决好 我觉得这一点上 表现了他的一个胸怀 《老子道德经》当中那句话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我觉得在潘老身上 用这句话来形容他自己的品格 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 他出身贫寒 自幼学习诗文书画 他的奔马成为了现代中国化的象征与标志 百年巨匠系列 自三峡工程论证开始 对三峡利弊得失的争论 从未停止过 而潘家征作为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 始终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 向社会公众如实客观地分析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就是有一年啊 重庆就是干旱嘛 那时候有些人发现就是说 重庆干旱和三峡的修三峡大坝有关系 说三峡大坝当中了满石气流 从那个三峡的峡谷进去 他那时候就跟我们打个比方 说说说一个三峡大坝 就像这个一个房子的穿藏风 家里要门槛 它怎么那么大 这种大气环流那种满石气流 所以我们一听来就特别明白 围绕三峡建设中 从生态环境到地震移民 诸多的追问疑问乃至质问 只要是来自于对科学的严谨 和对国家的责任 潘家征都不厌其烦地 一一如实解答 他提示这个问题 这个要你答复 这个要你解释 这个他也不懂意见 你不能不解释 不能不答复 比方说比如说他是地震 他是那个地方 三峡的峡谷 有条很大的断层 把整个峡谷全部切开了 这个地方 而且他有根据 他拿了张航空的照片 那个地方有这么一条线性的影响 实际上都要大断 这个地方是有把他拿着维系起来 讲的这个地方 错误 整个都完蛋了 原来我们没注意到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要斜行断层 然后后来去家将做工资 后来发现根洞没有这条断层 那个航空照片 让车厌的这个影响 是地形 一些其他的原因 影子弄的影响 开上去好像比较贴的样子 那这些问题 你经过这么生日的工作 要全部解决了 实际上心里更落实 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 但三峡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行都在正常进行 三峡工程用事实证明了潘家争的解答 一生行走于江河之上 身心早已和大坝融住在一起 大坝铸就了潘家争一生的江河梦想 而江河也流转着一个科学家的忧患与思索 令人欣慰的是 十年之间 潘家争相继看到亚龙江和金沙江上锦平 向家坝 西洛渡等一批巨型水电的开工 西洛渡就这样子高的叫双雀拱坝 也是潘家争定的 所以他这个中国水电的坝工 从新安江开始 那么一直到最后 他定的西洛渡 潘老是水电的坝工的权威 创新的池塞 2012年7月13日 三峡电站32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 全部投入运行 首次实现满负荷发电 全部机组日均发电量 5.4亿千瓦时 就在同一天 潘家争 这位将人生四分之一的时间 奉献给长江三峡的老人 于世尝此 三峡不会忘记老人 在二十年前的承诺 要建成一座工程 必须要愿意为之现身的人 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 永远住在三峡大坝之中 让我的灵魂 在晨曦木矮之中 听那水轮发电机的歌唱 迎接那万吨船队的来往 直到千秋万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